大家好 我是小刚 5天前 在杂爪重生的鱼塘放了一个25米长的地笼 现在5天后了 来收一下 看一下有野货吗 我的天啊 好像不对劲啊 全部闷死了 太可惜了 我的天啊 这么多野货 太可惜了 全部闷死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像全部闷死了 完全没有 一大堆 太伤心了 一会倒出来看一下 还有一些 什么东西活着 估计闷死了一大半呀 太让人意外了 本来 有透气孔 但是这几天水未上涨 导致你看 也死了 你看 这个地笼非常的长 25米长 这个地笼是两头道的 我们看一下地笼的另外一头 收获如何 哎呦好像有动静 看见没有 哇 好多东西啊 再板了 看见没有 哦 好多呀 哇 看见没有 哦 扒回来的 哦 好多东西 你看 这一头的话 没有在水里面露出来的 哦 我的天呀 你看 你看 哦 什么东西啊 里面看不清楚 一会倒出来看一下 哦 感觉很多东西啊 哦 哦 黄山 牛蛙 一大堆 好多呀 倒出来看一下 看 一大堆 一大堆 龙虾 牛蛙 黄山 什么都有 好多东西啊 嗯 好多呀 哦 一大口袋 现在收地笼的另外一头 另外一头更多 但是大部分都已经被闷死了 你看看 这边这一堆的话 基本上全部死完了 哇 还是给它拿回家去吧 拿回家去 看一下到底死了多少 太可惜了 我的天呀 你看 我来一大袋 一会儿拿回家去 倒在棚里面看一下 还有哪些活的哪些死的 哇 你看 你看 抓到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 七只 抓到七只大牛吧 看见没有 还见没有 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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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小蛙 为了拍近一点,看一看 太可惜了,你看 死了一大堆 我的天呀,黎秋也死了 龙虾也死了一大堆 真可惜 小娃娃 这个牛蛙属于外来入侵物种 这种小的我们就不放生算了 太可惜了 早知道的话就早点去收了 不要放五天 本来是牛有透气孔 应该是死不了的 但是没想到下了一场暴雨 水位上升 透气孔全部被淹了 所以死了这么多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